几日李上海女排的老将麦月文和张磊参加了一大综艺节目 在节目里马俊男的爆料可谓显为人知 作为后陈中和时代的主力复工 马俊文和张磊没有经历女排雅典周期的辉煌 后没有赶上李约周期的重回巅峰 他们经历了中国女排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但是不能否定马俊文在女排中的历史地位以及个人能力 当然中国女排的优秀副工层出不穷 赵蕊蕊 薛明 刘亚男 杨俊卿等 但马俊文在二号位上的进攻绝对赏心悦目 让修宁印象深刻 马俊文被陈中可以首席拔到国家队 曾在北京奥运会 伦多奥运会两度以主力出展 在上海本土的综艺节目中马俊文爆料被球运点赞 他说陈中和教练是他见过最爱逛街的男人 去国外打比赛 导时他的办法就是集体逛街 在奥运周期里 陈中和自头疗包买来虫草 为球员包汤喝 磨成粉做成胶囊 让运动员吃 直到到奥运会结束 陈中和教练真不愧为朗导推荐的好教练 在奥运终身成就奖的推荐中 大家觉得陈中和教练配得善意习提名吗 马俊文 张磊还爆料了老女排赛前一定要吃巧克力 我们的打法巧 对方的打法是靠力量 吃巧克力寓意着我们的巧克对方的力 主持人问 为什么一定要吃三块呢 因为三比零啊 对方的力量